加一点水,就会产生共振 林诗敏是身在台湾,长在台湾的头二代 他瞄准大陆广阔市场 登陆建立其父亲创立的大汉窑品牌 近日,林诗敏在南京的大汉窑艺术馆 向中兴社记者展示了烧制的紫杯 他的制作,制作成品率很低 为什么呢? 首先你要把杯子用拉坯拉到这么小,这么薄 之后你还要用刀去修 把它修得更完整,更薄 它是需要一定的功力 你刀稍微用力,这个杯子会飞出去 我们一般都会拿气枪吹用 但是如果你的枪的风力太大 容易把它杯子吹跑 因为它可能只有十几克重 林诗敏的父亲在台湾陶瓷界颇有名气 林诗敏打小就坐在父亲身旁玩泥巴 我们是在上海,在上海在这个比较繁华的地方叫淮海路 开了个店,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作品拿过来这边销售 后来那时就托朋友在上海松江的一个乡下地方 找一个生产基地,大概2000个平方 然后就开始在那里坐起来 然后大汉咬三个字就是领下年成立的 2006年开始,其父亲陆续接到多项重大赛事展会的礼品词订单 愈发忙碌的父亲向儿子发出登陆邀请 到大陆后,众多的订单和防复的公益要求 让林诗敏感到压力颇大 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福建德化 走访大陆众多知名产磁地后 林诗敏决心在典诱苗经济法 典雅富贵风等家底上 继续创新 其实大汉咬的核心工艺是苗津 我们主要还是结合两岸 就是大陆跟台湾的这些工艺特点 然后陶瓷的机理结合在个载体上 这是我们比较喜欢做的 近些年,林诗敏将古老的瓷器年轻化 其研制的法郎彩马克杯 卡通瓷器摆件等颇受年轻客群追捧 陶瓷它的分类很广 有深厚用词 有艺术用词 还有科技用词 像我们现在的文化词 艺术词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去综合各种特点 找到我们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个载体 首推的还是以博物馆文创 还有一些年轻人喜爱的这些文创礼品为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